所以我告诉你,人不吃点苦了,不知道天多高,地多厚了,所以我觉得你们吃苦就是授业,就是授报,吃苦就是消业,所以吃苦的人慢慢会越来越好了。 所以我们人在世俗中挣扎一点点放下,因为吃苦了,所以有一个和尚,有一个人跑到老和尚这里来,和尚啊,法师啊,我要死啊,我这段感情我放不下呀,我难过呀,哎呀,我怎么办呢,你帮我放下,老和尚跟他怎么讲,他也不放下, 老和尚来来来,拿个空杯子,空杯子,让他手拿着,然后老和尚就拿了一个茶壶,里边的滚烫的水,就再给他倒水,来,我给你倒水,倒得来一点点烫啊,烫啊,越来越烫了,他咬了牙,还不肯放手,等到烫得来水溢出来,烫到他手了,他碰一下,这水杯就掉下来砸水,这个时候老和尚就告诉他,你放不下呀, 等到你真的痛了,躺伤你了,你放下来了,你也就这么回事,我们人难道不是这样吗,我舍不得呀,我痛苦啊,等到最后,算了,想穿了,无所谓,又怎么样了? 那人生就是怎么样了,我问你们又怎么样了,你们有钱又怎么样了,有名又怎么样了,有利又怎么样了,好看又怎么样了,带走呀,把美丽带走呀,对不对呀,所以要懂啊,一切带不走的,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,我们知人生无常,道人生无求,这些话我告诉你,没人说过,全是台长说的,知人生无常,等到你知道这个人生是无常的,你才道,就是我才知道,人生不要去追求太多, 人越追求越多,实际上就是越给你增加的遗产越多,用不完的,真的,什么都不舍得人呐,现在你看,人家送给台长的茶叶,哎,这么一漂亮的包装哦,哎呦,红木的架子,哎呀,里面好看的呢, 一拆开,这么小一罐茶叶,然后呢,把茶叶拿掉之后,很多我边上的人说,哎呦,这个盒子漂亮,我要盒子,我还能装鞋子,你想想看,常年的积累,他家里不就垃圾桶了吗,对不对呀,很多人吃了月饼,盒子不舍得扔掉,装这个装那个, 家里垃圾越积越多,扔掉了,思想上不好的东西扔掉了,不配你做的事情扔掉了,对不对呀,你想爱这个人,爱不着,你扔掉了,看一看不好了,实在扔不掉,那也得扔掉。